上一段我们讨论韩国瑜的民调缓慢回升 老实讲真的很厉害 虽然他闹了许多的笑话 但是民调还可以慢慢的回升 现在国民党是不是不用烦恼他的选情 还有需要去开除李正浩跟郑佩芬吗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从8月份来 因为国民党的中评委陈鸿昌 说出了一些实话 说出了一些过去韩国瑜的一些事迹 结果就被开除了 接着还有前高雄县长杨秋新 还有前国民党代表敖伯胜 最新的就是朝鞋联盟发起的李正浩 还有我们的现场配分节都是被开闸了 下礼拜其实还有两位也要等着开除 这两位就是包括加入郭家军的 国民党青年军李静颖 还有可能加入民众党的 也是过去国民党在彰化的部分 总工会的理事长陈杰 现在李正浩他昨天就说了 下一个阶段是下架国瑜党 是下个阶段的任务 那我要先请教佩芬姐 这个部分开除了 那国民党有请您过去说明吗 有听您的理由吗 还是说开闸就开闸了 他从来没有问过我 连电话都没接到 因为那天我就突然接到记者的电话 说你被国民党开除 我说怎样 他说你要不要去申诉 我说不要 他说你要不要去这个要回党籍 我说不要 我不要做国民党员 你直接说不要国民党员 对我说我不要做国民党员 那就是记者告诉我 那所以晚上我上节目的时候 我不知道理由 所以当主持人问我的时候 我说没关系 我说李登辉也被开除 郝博春也被开除 连洋杆也被开除 我跟这些大咖放在一起 鱼有熔烟 但是后来晚上 黄创夏就传了一个 他们好像考机会提出来的那个案子 那中间有两项 第一项就是说 这个郑某人常年 以党内高层人士自居 换句话说就是讲我招摇撞骗 第二个项目就是说 我在电视上讲那个2004年 现在这些都不足看 我说2004年有换年3.0 就这两个罪状 那然后晚上我看了以后 第二天又要上节目 因为然后就接到两个大佬的电话 一个大佬就笑 意思就是说你终于被开除 胡说八道每天 还笑你 对对对 很高的高层 而且就是那31个大佬中间 然后他呵呵呵 因为他以前说你不会被开除了 结果我终于被开除 他就呵呵呵笑我 另外一个大佬就跟我说 你不用去骂人 他说你只要告诉社会大众 你对得起国民党 你也对得起中华民国就好了 那然后我本来是想说 如果说我自居是招摇撞骗 我就要去告他 找律师去告他 叫他向我道歉 那有一个媒体朋友就跟我说 你根本不要去告他 你就捧着这些东西 满街去上节目就解决 他说捧着这些东西就是这些 派令 还不是证书 这党里面叫做派令 你知道这个88年的 这是88年的副公会副主任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工作会 是等于部长级的 副主任就是次长级的 那连在后来接党主席 也就给了我主发会的委员 跟主发会副主委 这不是招摇撞骗吗 对我就是告诉他 我不是招摇撞骗 所以昨天听说开闸的罪状里面 这一项就没有了 这一项没有了 这一项不见了 他只控你说换年3.0 对主要就是换年 你说出了国民党的真心话 是不是 真实情况 对所以他就发现 他这个讲我置居是没有关系的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讲我 说换年3.0 换年3.0 在2004年 所有跑过那个时候政治新闻人 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年宋和民调很高 然后那个陈水扁竞选连任 然后后来发生两颗子弹 但是在那之前 马英九的副市长金斧冲 跟劳工局长郑春奇 在年代电视台开了一个节目 叫做向左看向右看 那个叫什么 废票大联盟 他说如果两个你们都不喜欢 的话就投废票就好了 因为那时候的确废票 对就投废票 就不要投嘛 特意的啦 结果那后来不是也发生两颗子弹 两颗子弹吗 那所以后来就争议很多 有人说是两颗子弹受影响 有人说那之前民调就已经掉下来了 那然后呢 不管第二天投票 很多人不敢出来投票 特别是国民党 因为发生枪击案 你知道不知道安全性 所以很多人不敢出来投票 投票开票的结果 连颤 连颂输了两万九千票 废票有三十三万张 非常高 好不好 然后呢 这就是后来的结果 那后来人家去问郑春齐 郑春齐说 这跟废票大联盟 其实连颂了解啦 那个废票其实是搞不好 大家他们是怀疑是民进党做票的关系 就把它算成废票 因为那时候民进党执政 所以选委会是民进党在负责 他说不是他们两个会怀疑 我们再把他弄到废票去 投废票 所以这个我就讲当年是这个 所以你说那个时候讲说换鱼 我说不可能换鱼 因为你换了韩国瑜 没有接替的人选嘛 是 那当然国民党传统是党主席 就是当然的总统候选人 可是吴敦英的民调比他还低啊 低很多啊 每次都是最 说出了当时的情况 但老实讲按照程序 是不是应该让你说明 要开除的人 那现在是完全没有 那这样有没有符合程序 没有 我是觉得 我不知道合不合程序 因为我最近这几年 跟国民党是没什么来往 然后好像这个姚娇宁讲的就算数 我发现这个 他说伤到韩就开闸 对 所以现在国民党已经变成这样 已经直变了吗 对 我想 我都变成人家说变国瑜党了吗 后来有人打电话给我说 你千万不要说 你是国民党员 如果你要说的话 一定要说是 你是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员 那就很清楚了 就像现在很多中国时报 出来的记者 名嘴 他说他是 余记忠时代的中国时报 就是跟现在的切割 对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 当年虽然说威权时代 至少可能还可以说明 那我也拿出来 这个中常委好大 官好大 我拿蒋经国时代的中常委 给你们看看 那些人都是什么人 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吧 从严家干 谢东敏 一路排林阳港 李登辉才排到14名 李登辉14名 对 他在这里啊 好不好 就说 这些中常委也没有像他这样说了算了 要砸谁就砸谁 什么东西嘛 所以你告诉我 如果说 一个国民党可以一个中常委讲话 就这样 如果今天有国民党 有什么不对 韩粉 真的绑架了国民党 大家认为只有他能胜选 才会这样子嘛 所以他们叫做国与党 其实那个不叫党 就是韩粉绑架了国民党而已 那你国民党没出息 你被韩粉绑架 就是这样啊